娱乐转圈圈 而事实上 根本就不用吃瓜群众去抵制 在各大媒体 还有官媒点名郑爽的时候 就已经意味着 郑爽的职业生涯 基本上已经断送了 果不其然 在昨日晚 郑爽刚官宣没几天的某奢侈品官博 就发文称终止 与郑爽的所有合作关系 字里行间 甚至都透露出一股恨意 事实上 别说是该品牌了 换成谁 都不好受啊 本来想着靠郑爽 增加一下销量的 结果刚官宣没几天 就出了这档子事 这对于一个品牌 方而言都是致命的 如今官博 咬牙切齿地宣布 与郑爽终止合作 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此外 还有网友 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照片 声称某地 高铁站连夜拆除 与郑爽有关的巨幅海报 照片中可以看到几个工人 正在拆除郑爽 为某品牌代言的广告海报 从当时的环境来看 应该是夜晚了 如此加班加点 也足以说明 郑爽此事所造成的风波 有多大了 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有网友爆料称郑爽 在发完回应之后 还去参加了节目录制 从现场图看 郑爽似乎没有 受到很大影响 不过有网友透露 当天郑爽只是去处理 一些善后工作 在录节目的同时 郑爽还录了一个退圈声明 最后说了一句 这是最后一次 在大荧幕见到大家 就走了 在被网友Jazz被官媒点名的情况下 郑爽竟然还有心情 去录制节目 而且竟然还有电视剧 肯邀请郑爽来录制节目 不得不说双方的心理素质 都足够强大了 尤其是郑爽 在网络上一片骂声的情况下 郑爽似乎对此 充耳不闻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到最后也只不过是一句 轻飘飘的告别 就离开了 一时间都不知道 该说他洒脱 还是心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郑爽表面上 很是轻松 但实际上远不是如此 有大粉在出事后 曾表示郑爽 原本马上就要进组了 还是一个央衣女主和姓偶 然后还有几个 在演也要官宣 还有北京春晚 微博之夜 昨天北京卫视录制 也被紧急开会换人 基本上是 所有事业全面叫停 而且这种情况下 也不会恢复了 其实想想郑爽 已经非常幸运了 18岁的时候 就凭借着 一起来看流星雨 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而后的发展 几乎是顺风顺水 尽管他没演技 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 但依然凭着 疯癫的仙女 人设成为了顶流 可惜人不做 就不会死 走到这一步 也是必然果然 希望离开娱乐圈后 在其他的行业 能够 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吧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